1947年出生人的命运,生肖命理所言,1947年为丁亥年,此年蜀猪人五行蜀火,为火猪之命,通过六十甲子耐音表查询可知,1947年蜀猪人为乌上土命,为野林过往之猪,一生虽不漂泊,但会在一定的地狱中扎根。 丁亥年的人,其人头脑聪明,胆量大,行动迅速,但因不善言而常受到口舌影响招灾,年纪增长之后,会变得与沉默寡言,使人际关系不佳。 若蜀猪人能培养哑量,知道天地中各物皆有特性,做人能容人,接受苦口婆心的谏言,吸取广大的见识,其实蜀猪人很容易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,一生成就不凡,蜀猪人也可成为领导人物。 蜀猪人优点是为人真诚正直,他们凡事认真实行,大部分蜀猪人性情率直,心地善良,但他们是个人主义至上的一群人,内心刚毅慷慨大方,直接了当,正义感强烈,做事光明磊落,但不拘小节,有时又给人天真浪漫的感觉。 另一方面,蜀猪的依赖性很强,最适宜于做一些团队合作性的工作,也适合向专业研究方面发展,蜀猪人如有一技之长,必定会建立一定规模的事业基础。 年轻的蜀猪人常满怀雄心壮志,喜欢创业。 与朋友之间相处十分融洽,蜀猪在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内行,绝不会浪费金钱,一生财运极价。 他们很懂得开源节流,自己绝不会浪费金钱,也不喜欢家人花钱大手大脚,所以蜀猪人晚年可说是有房有产的人。 蜀猪人虽说不是最聪明的,但因为对钱有观念,能理财,所以可以适当从事投资项目,不过蜀猪人投机金额不宜过大,且最好建好就收,以免被没赚到利差,使了本金用。 总的来说,蜀猪人只要不太贪,一生财运是不错的。 接下来说说1947年是什么命。 蜀猪人的性格,他们有崇高人情义理,做人纯情,缺少滤脊的能力,甚严缺乏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,他们具有消极性理性能力,对不熟的人沉默寡言,有时常因异性的事而起波折。 1947年生蜀猪人,古书上说,蜀猪人山植为林,水火寂寂,盖避雪霜之机,镇陵风雨之功,此土瓦也。 非木无以驾之,故以木为根基,平地为上,大林刺之,予取天干化木,亦即只怕冲破。 此四城之土,不宜见火,炉中丙银醉凶,丁卯烧渴,太阳,霹雳可取相姿,山下,山头,有木生之,则祸,灯头丙须见以四围上,丁亥见甲臣刺之,为之火土入堂阁,若注中木多,意义不为己。 水移天河,景泉,剑下,阶挤,如先得平地木成格,大跪,溪流无木多妖,若丙须而得鬼四,丁亥而得甲银,则有别论,再看日时所成造化何如,大海无山,则不宜见土。 土见路旁,如丙须得心味,丁亥得耕武,阴阳护剑,更甲木为姬,主贵,避土亦以,鱼则密没。 若缺木而三行聚,纵是二土亦凶,沙土独丁亦不防。 今为见风,拆穿罪集,丁见人参,天干化木,地之乾坤轻移,丙见心亥,天干化水,地之丙入干户,皆大跪格,若丁亥见耕虚,丙虚见鬼友,则不为己,不今有粉饰之用,一己,于今无用,当以贵辱参详。 那么,无上吐命的1947年蜀猪人命运如何,火猪人为人坦率,诚实,做人不会拐弯抹角,但缺乏灵活性,所以一生会遇到不少麻烦,但大多平安无事度过,蜀猪人很自信,也很正直,因而能得到别人的帮助。 这正是所谓的人善天不期,火猪人平时个性喜欢沉默,可是一旦开口表达意见,则是口落悬河,滔滔不绝,一下子就将所有的话宣泄出来。 火猪人极重视家庭伦常,对父母亲十分孝顺,兄弟间感情深厚,为了家庭,甘心劳碌一生。 火猪人感情执着,对自己喜欢的人即使单方面付出,也不会埋怨对方。 1947年出生的火猪,男命和女命发展与境遇也不尽相同,但蜀猪人无论男女都是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,一旦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,就会着手进行,哪怕困难重重,也会要去做。 不过能不能坚持到底,有时蜀猪人缺乏耐心,又过于急于求成,蜀猪人做大事成功几率不太大。 2024年为龙年,1947丁亥年的生肖猪遭遇2024年假陈年,漆杀透出而化了其正彩,主导生肖猪在2024年容易破彩或是各种花费增多,尤其老年蜀猪人,更需要注意的是预防防骗,因为老年群体总是容易被骗子算计。 其次的话,太岁和生肖猪有气势之客,但此客制力度较小,一般多为隐性的压力或肠胃方面的不是的。 还有蜀猪人关于感情运方面,1947年的生肖猪,虽已至老年,但今年遭遇了天喜桃花,如果丧偶的老年生肖猪还遇在找老伴的话,2024年却是多有桃花,特别是利于女性生肖猪,男性的话则可能压力略大一些。 男性蜀猪人为丁火正财神物土偏观,主导自身利益容易受到侵害,代表今年容易被为难,可能会遭遇一些侵占了自身利益的事,对于自身运势来说极为不利。 如果还没完全退休的生肖猪,就得尤其要注意了,事业上多压力和损耗。 2024年为偏观化正财,也非常的不利于今年的自身正财运,就是说不宜涉及投机赌博,还需要防范被骗,毕竟你想要人家的利,人家却贪图你的本。 另外,2024年为火库,为生肖猪的财库,对于生肖猪来说,不是一个容易发财的年份,想要发财是较为辛苦的,需要自身很主动,并且还要去承受较大的压力。 2024年,多为受到土克之事,一般多为隐性的压力,比如肠胃方面的隐隐作痛,或是精神亏虚,或是肾气不足等情况。 注意,今年偏观透出,不宜招惹纠纷仇恨,否则不排除会有流泻和伤害。 其实,世间运气有时最难琢磨,有时同事属猪人,为何他没事,你却有事,而虽然说人定胜天,但世间有很多事,未必努力了,就一定能实现。 有的人明明很努力,做事方法等也对,但偏偏总在关键时刻,却有这样那样的意外问题出现阻碍,让自己失财破财,或者是挣不到钱。 这就是财运的问题。 要知道,真正的会成功的人,做事事半功倍,财运的改变和加强是不可忽视。 如此不琢磨的财运怎么会来改变,除了加强自身气场外,更需要外来的气场,以协助聚财旺财。 好比船只在海中迷航,需要导航塔来指点一样,人的财运需要了解自身运势的高低,做到好的手该功,低潮的手该手,以求一招如意,财远广进财势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缘起缘落,缘距缘散,一切都是天意。 有善缘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,是来找我们报恩的,而有孽缘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,是来找我们讨债的。 报恩的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。 比如,我们遇到了伯乐,伯乐也赏识我们,那我们的事业和前途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讨债的是我们生命中的仇人。 比如,我们遇到了不孝的孩子,他们总是跟我们对着干,还特别不孝,那我们的后半生就真的悲惨了。 至于来到我们身边的,到底是贵人居多,还是仇人居多,谁也不知道。 所谓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。 你命中的仇人会找你讨债,被他们盯上,或是将不期而至。 民间有句老话,百年修得同传度,千年修得共枕眠。 前世今生的缘分,才造就了一对能够同床共枕的夫妻。 这缘分,难道都是善缘吗? 这是不一定的。 在现世当中,有些同床共枕的夫妻是前世今生的仇人,生来就是为了找对方讨债的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也许某一方在上辈子亏欠了另一方。 没有亏欠,就不会相遇。 只要相遇,那双方将不死不休。 这,就是人们对枕边人既爱又怕的原因。 要么恩爱如糖豆,要么仇恨如敌人。 有的男人,本来想干一番事业,没想到遇到了一个拖后腿的女人,那她一辈子就被毁了。 有的女人,本来想嫁个不错的男人,没想到遇到了一个浮夸男,一辈子也被毁了。 这红尘俗世就是如此,不是你找我讨债,就是我找你报仇,关系很复杂。 小的时候,就听身边的老人说,这孩子跟你有缘分啊,未来绝对会孝顺你。 看那孩子,跟你没缘分里,不好相处。 我们所生的孩子,未必就一定会对我们好。 哪怕血缘关系再怎么亲密,也无法改变骨子当中想要复仇讨债的本性。 村中有一个男人,35岁那年才有了一个儿子,可把他高兴坏了。 二十多年过去了,他的儿子跟他的关系一直不好,还时不时顶撞他。 这个男人也不理解,这是我的亲生血脉,为什么还会跟我对着干呢? 他的妻子也问孩子,为什么你要跟你的爸爸作对呢? 你们俩消停点不行吗? 孩子这么回应母亲,我一看到父亲,就打心底讨厌他。 只要听到他说某些话题,就想反驳他,跟他对着干。 这种情绪,从小到大就有。 跟父母缘分不好的孩子,哪怕你找再好的老师教育他,也改变不了他跟父母缘分不好的现实。 只能说,父母生下了孩子,就需要有被讨债的心理准备。 这种相生相克的情况,在三国演义当中特别常见。 曹操在五十来岁的时候,就已经统一北方了。 按照他的设想,只要他打败东吴,收复江南,就能横扫南方,统一天下了。 这个时候,刘备和孙权阻碍了曹操的统一大业,并且将曹操的大军烧得灰飞烟灭。 可以说,刘备和孙权在赤壁当中克惨了曹操。 多年后,吕蒙突袭荆州杀了关羽,让刚收复汉中的刘备突然间走了下坡路。 一段时间后,刘备发动了一陵之战。 可是,孙权派出了陆逊,火烧连营七百里。 孙权这人,就是三国中的一个伴,既阻碍了曹操,也阻碍了刘备, 到最后,连他自己也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,偏拘异欲。 这,就是老天的好手段。 老天知道,刘备和曹操都不是天命所归之人, 就让一个孙权去阻碍他们事业的进程, 好让司马懿上位顺应历史大事。 我们常说,不要用自己的善良去考验人性, 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特别善良, 看到谁有困难,自己就会慷慨解囊去帮助他们。 在那时候的我们看来,只要帮了别人, 别人就会跟我们做朋友。 后来,等我们被反咬一口了, 才明白上述的想法,特别天真。 我们的好,很有可能会被人当成河边草。 只要别人有机会了, 就会来反咬我们一口。 在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当中, 农夫追着大灰狼, 想要取他的性命。 大灰狼遇到了东郭先生, 就求东郭先生救他。 读书人也是好心, 就帮了大灰狼。 等大灰狼摆脱农夫的追杀后, 他就只有一个想法, 那就是斥了东郭先生。 这,就是我常说的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 所有的白眼狼都不是什么好人。 只要我们被他们缠上了, 基本都要掉一层皮。 如此,我们就该代言识人, 提高警惕之心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